近日,印度的疫情问题持续升温 印度的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110万 仅次于美国和巴西 由于病例激增 印度不少医院已经濒临崩溃 无数病人照不到床位 然而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 印度医护人员的安全和权益 却无法得到基本保障 此前,在印度卡纳塔克邦的医生 决定举行无期限罢工 据了解,在过去的16个月内 该院的实习生和研究生 都未收到过一分薪资津贴 他们曾多次要求当地政府和医院支付基本的薪资 但是没人理会他们的呼声 这些被拖欠工资的住院医生 选择了无期限的罢工 医护被拖欠工资 对印度的医疗候补力量造成了重大打击 另外,因为印度的医疗条件差别比较大 很多地方的医院都没有冷气 最近印度的天不知怎么回事 比以往同期时都要热很多 医生必须穿着防护服在40度的高温下 保持长时间的高消耗工作 一名私人医院的新冠治疗医生表示 穿着防护服感觉整个人都要窒息了 高温让整个人的操作很受影响 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又必须要穿着它 而且一些医护人员为了避免喝太多水上厕所 消耗掉太多防护服 他们都会减少喝水的次数和量 这也导致了他们长时间的出汗之后感到眩晕 对器官造成严重的伤害 甚至有不少医生因高温操作过度而死亡 印度的医学协会对此发出红色警告 表示目前已经有99名医生因工作死亡 医生需要在应对情况的时候 确保自己和家人及同事的安全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在疫情爆发之后 印度的全国医院已经处于满负荷的状态 很多地方都在加班加点地收治新冠患者 而对新冠死亡患者 他们的葬礼敌事也十分简单 随处可见的露天火葬场在加班加点的工作 新挖的坟墓几周内就被填满 在印度和新冠病毒作斗争的医护人员 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待遇 甚至还要受人排挤和歧视 时常会出现民众围攻医护人员的现象 这就让本就脆弱的印度医护力量 和简陋的医疗条件遭受沉重的打击 印度很多医生并不是因为疫情的压力辞职 而是因为民众的不理解和威胁 有时候比病毒更致命 印度需要做出改变 而全世界在面对这场全球卫生危机时 都应该清楚医护力量 才是战胜病毒最基本的力量